淘汰连管理员都哭!杨倩时强势回归! 杨倩时强势回归!途民事提供!2018年4月6日! 一人杨倩时强势回归7日晚上8点播出的民事歌唱节目《台湾那么旺》,本周带来陈慧林动感歌曲,不如跳舞,让竞争对手黄敬伦,罗平与杜倩田深感威胁,罗平,黄敬伦已经想好对策,两人在化妆室高校讨论邀请台湾, 她喝假料饮料,殊不知被主持人胡刮,白假喜听到,当众人面前讲出来,引来一阵大笑。 杨倩时受访时表示,离开节目这段时间真的很想念大家,也感谢节目让更多人认识我,不在的这段时间,我去了美国演出作秀,趁机多充实自己。 她透露很多粉丝都问何时回归,连住家大楼管理员伯伯都不断表达关切之意,她笑说,管理员伯伯是节目中时观众,我淘汰那集,她简直哭天抢的,比我还难过。 为了感谢粉丝支持,她这次回到舞台特地练大招,她提及练舞的困难程度,不止我常被棍子K到,连舞群老师们都被K。 最后大家前摧带安全帽练舞。 杨倩时让竞争对手黄敬伦、左、罗平、右,与杜新田深感威胁。 图民事提供。2018年4月6日。 未免者杜新田挑战江慧歌曲,爱到我动脉,她坦言很怕未免者专属的金麦克风被夺走,故意在前一天割破手指头,今天要血染麦克风,这样麦克风就是我的了,谁也抢不走。 对于强劲对手杨倩时的威胁,她表示,比赛越来越刺激了,因为我知道,杨倩时之前尝试很多我也想表演的特技跟高难度舞蹈,她都驾驭得非常好,她有很棒的实力。